台鐵生涯公費親不滿 先前有九通鋪消息的輪斑協調小組 親民無辦法照顧其地的印象 本家就料 無處本家就加班的錢 雖然說半夜半會批核上班 不過公費的聲音就會帶點最安密 但它就會下一個副 用蒙生的封鎖來控制 其中差不多有五十人的公費聲音 緊比它就會在特別插頭來血壓 提醒九通鋪含有台鐵球 聽錯的老年齡不足 還會提供警察 雷維夫 優秀安全 半夜半年 三兩年開始 很多民眾百列等外賣車票 但實際看到 鐵積線賣票的開台 有很多輸票人 但緊張的庫司給再安 作模式的控制 中外頭台鐵做事四年 半年前將靠到列車種的風神頭 而等車票下去 但是當央血痕的時間沒有任何故事 就算是看著 沒可能不貼 兩點鐘 二百四十六球 實際上 全都不貼 好好血痕的機會 沒有去到 對於外地工作的我們 回家返鄉 是一種失望 尤其我們花東地區 新進的人員 有七成以上 都是外地的遊子 天天車站來上班 人力不足下 請假困難 要請假回中南部房鄉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中華軍幕年節 二十六的季度 感應是四點鐘 五個上班 十二點鐘 促進無法 突入完全的確訓 台鐵三兩公司說 都算上禮拜高通部 尖對輪班季度 開國協調費 雖然沒有本件的極體進行 鐵路局他這次的回應 其實我們還不是很滿意 因為沒有任何具體的時程 作為跟一些細項的規劃 然後就只是一些很空泛的回應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未來是 更要努力的去監督後續的作為 如果一直看不到具體的回應的話 我們當然會考慮就是 過年的時候我們再來行動 昨半夜半 台鐵三兩公司 關鋪 外頭下班的時間 衰退台北車頭 會希望提倡高通部 控制無人治半夜半連鎖 高配至結束 有給他做都有補救年齡 提供加班費 這部分台鐵鐵條港 関東協調 看下新聞 范公寧 日文費 特別報導